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究竟如何凭借着香菇闯荡市场 赢得财富 敬请关注本期农广天地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各位好 欢迎如约走进农广天地 河北平泉是香菇种植大县 每年有一多半的香菇销售量都离不开一个人 它就是高树满 从种香菇到搞销售 高树满从中收获了爱情 也赢得了财富 20世纪90年代 河北省平泉县政府派人到外地考察食用菌栽培 考察回来之后 发现平泉其实很适合香菇等食用菌的栽培 因为平泉昼夜温差大 有丰富的刺怀和作目等资源 并开始倡导栽培香菇并提供免费技术指导 当时高树满经过一位在政府工作的亲戚几次动员 1996年高树满走上了种香菇的道路 让高树满没想到的是 当时种了2000磅香菇 一年下来居然挣了2000多元 尝到甜透的高树满便开始不停地扩大规模 到了1998年 高树满已经发展到了15万磅 就因为香菇 1998年 高树满还认识了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就是王红 王红 辽宁省陵远世人 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外出打工 我是带着我的朋友一起过来 然后这边不是有食用菌香菇呀 我们就过来上这边来打工来 比如分离菌种啊 然后一直到初孤 这整个过程我们都做过 也就成了一个比较熟练的这么一个队伍 当时好多种菇大户碰上初孤高潮 都会雇人摘 高树满的香菇也是如此 一个摘雇的 一个找人摘雇的 通过一次偶然机会就认识了 一来二去 俩人越来越熟 慢慢地 俩人谈起了恋爱 到了2001年 平泉当地的香菇栽培面积快速扩大 已经发展到上百万磅 而且 平泉香菇品质好产量大 渐渐地在国内有了名气 很多外地客商慕名而来 抢着要货 通过几年的发展 2001年 高树满也在当地成了当时栽培规模最大的一家 和其他菇农相比 他更希望香菇市场能一直都有个好行情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当时香菇市场行情那么好 高树满2001年 这一年下来基本没挣到什么钱 那我几乎就没法卖 也没法做 这些费用都出不来 我就感觉到我们从事这个行业 一点希望没有一样 感觉空气都在重量一样 原来 菇农们当天采摘的香菇 必须放在冷库中才能保鲜 否则就会影响卖相 甚至烂掉 但是迫于建冷库投资大 风险高等原因 菇农们都是与专门的收购公司合作 而且当时所有的外地客商来买香菇 也都是与收购公司合作 因为外地客商考虑到运输成本 一般要凑够整车才能买走 而一车就要几十吨 如果直接从菇农们那收购 不仅费时费力 而且一天根本收不够量 然而 菇农当时只有一家收购公司 没有竞争 而且随着香菇栽培面积的增大 这家公司的选择余地也变大了 为了赚取更多的差价 尝尝压菇农的价 很多菇农纷纷找到当时 种植规模最大的高树满 窜夺他成立一家收购公司 高树满琢磨着 反正自己现在这样不赚钱 说不定自己成立收购公司 提高现有收购价还能赚钱 而且作为大户 自己的香菇也能卖个好价钱 说干就干 悄悄打听了香菇的收购卖价后 2002年 高树满将自己的全部积蓄拿了出来 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建起了一个库容达50吨的冷库 开始提价收购香菇 然后一个梳妆台 我们俩就结婚了 他就用魔物给我结婚 他说我们俩是以香菇为美结合的 我们是由于魔物 相识相知相爱 所以说我想给他一种回忆 2004年 高树满通过政府的补贴和贷款 又扩建了冷库 冷库库容达400吨 2005年 眼看着香菇就要采摘上市 高树满提前联系了外地的很多客商 并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客商满意的承诺 所有客商来了 不用等 即刻装车即刻走 进入香菇采摘季后 高树满再一次提高收购价 缩短了自己的差价空间 开始敞开收购 可是眼看着冷库就要满了 连客商的影子都没见到 明明已经提前联系好了 为什么没有客商来呢 高树满坐不住了 开始给客商一个一个打电话 才知客商其实早就来了平选 往年都抢着要货 为什么这一次不着急了呢 人都来了 为什么不去拉货呢 等到价格特低了人拉 原来外地客商得到消息 高树满的冷库快满了 于是联合起来逼高树满降价 并且是低于收购价 高树满几乎陷入了绝境 心爱的丈夫遇到了这么大的坎 王红虽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却也是无计可施 然而过了两天 高树满突然做出了一个 激进疯狂的决定 再次提价收购 这下咕弄可高兴了 大量的咕弄开始不停地交货 又过了一周 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高树满见机提高了香菇卖价 一斤涨了一块多 而高树满之所以敢这么做 是因为高树满和客商打交道多年 他掌握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外地客商都是带着订单 来平权买香菇的 如果到时间他们不进货 就会面临违约 高树满突然提价收购香菇 在短时间内 一下子控制了平权近六七成的香菇 外地客商手里拿着订单 即使与其他的收购公司合作 也没有办法买到足够数量的香菇 高树满提价收就会提价卖 看到高树满开始涨价卖 他们坐不住了 害怕再次涨价的客商 纷纷开始抢货 高树满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这件事很快在平权当地传开了 姑娘们议论纷纷 当时高树满的库已经快满了 为什么高树满还能继续收购呢 收购的香菇去哪儿了呢 原来以前高树满收购了香菇后 不论个头大小和橙色 一揽子下来一个价卖给客商 然后再按照客商的要求 为客户免费分级 客商一般根据菇盖的大小 薄厚橙色等等 分为五级 分别是花菇 光面菇 小菇 大包装 菜菇 花菇最好 菜菇最次 后来高树满按照这种分级方法 把所有已经收购的香菇 先进行了分级 把菜菇全部挑了出来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 找到了一家食品加工企业 以低于市场的价格 全部卖了出去 因为菜菇便宜 好菇是非常贵的 那我先把这次的不值钱的 给它卖掉 腾出库容 我们进行高价收购 腾出部分库容 高树满将市场又运转了起来 一场商战下来 高树满不仅没赔 反而多赚了不少钱 还清了贷款 更让高树满兴奋的是 姑农们通过这件事 更加信任高树满了 这一次的险胜 也让高树满明白了一件事情 必须要建立自己稳定的销售渠道 否则就会受制于人 高树满决定主动出击 扩大销售市场 反正一种信念 就是一定要把我们的香菇卖出去 而且更要卖更好的价格 夫妻两个人 周密地计划了路线 15天跑了广州 深圳 上海 武汉等15个城市 大大小小的蔬菜批发市场 当时也比较紧嘛 我们大约15天跑的15个城市 它几乎都在车上 吃泡面的 在出租车上 火车上 飞机上 用最快的交通工具去跑这些事情 走市场的同时 随即与当地的批发商 展开了合作谈判 一圈下来 发展了十几个 有意向合作的批发商 有了自己的销售渠道 高树满的香菇收购量越来越大 蘑菇卖出去 价格不很理想 市场做大了 价格却上不去 菇多的时候 市场都不好笑 量少的时候都好笑 高树满又将如何闯过这道难关 广告之后 农广天地也邀您继续关注 香菇闯市场背后的故事 平泉和其他香菇主产区一样 主要在春秋季节初孤 供应量大时 香菇价格就会下滑 效益自然就差 通过一番调查之后 高树满发现 夏季香菇的供应量 远远小于其他季节 供不应求的时候 价格肯定就能上去了 客户都需要我们在 别人没有货的时候 或者夏天最高温的时候 需要摸过 而且那时候 有香菇价格都非常好 我们一直在想 如果我们再能夏季 出来香菇 那我们就能 第一个能保证我们的客户 第二个能使农民 多收入很多钱 然而在自然环境下 香菇的初孤适应温度 一般是5到25度 受平泉夏季高温 和季数的影响 当时平泉香菇的栽培方式 使得夏天初的香菇数量 非常有限 当时平泉种香菇 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驾驶栽培 一种是地载 还有一种是戳棒栽培 驾驶栽培方式能出优质香菇 但是出孤期受平全气候条件限制 只能在春秋出孤 出孤期非常短 在夏季最高温的时候 戳不来香菇 地灾的好处 就是在夏季最高温的时候 别的方式不能出孤 它能出孤 但是地灾时 呼噜们一般会铺沙子来饱水增湿 这样导致香菇腿部会带有沙子 因为这根子有沙 肯定客户会反映 说需要退货 所以没法门要的 为了销售 每次高树满都会将收回来的香菇的腿减掉 才能往外卖 这就增加了人力成本 而且和架式栽培方式比 地灾菇占地面积非常大 空间利用率低 另外地灾的军棒还会腐烂 虽然夏季能出孤 赶上高价 但综合考虑下来 效益并不高 还有一种是戳棒栽培 这种方式香菇根部不带沙子 夏季能出孤 但是均棒戳在地上 时间久了 接触地面的部分会发黑 出的孤质量会受影响 高树满了解了 平泉香菇的栽培方式后 他发现 不论地灾也好 戳棒栽培也好 只是栽培方式不一样 彭氏都大同小异 彭氏的温度湿度等 得不到有效调节控制 高树满明白 要想提高效益站稳市场 实现春夏秋都能出孤 且尽可能多地处优质孤 此时 平泉香菇的栽培技术 必须得到更新 高树满从1996年 开始种植香菇 就一直在学习 香菇相关技术和知识 2009年 还取得了农民高级技师的资格 为了研究新技术 适应市场 高树满请来了自己的师傅 梁锡才 一起研究 结合平权的自然环境 高树满和梁锡才 建了一个50平米的 试验棚进行研究 终于在2011年 摸索出了一种新的棚式 双拱棚 这种双拱棚有两层 里面一层 长期覆盖保温膜 外面一层 初冬或早春 覆盖上保温膜 保温 夏季覆盖上遮阳网降温 为了能够在炎热的夏季 将棚内温度 降到适宜香菇生长的温度 高树满还研究了一种降温装置 这种装置先利用地下水 对空气降温 然后会把降温后的空气 输送到棚内 去降低棚内温度 摸索出来后 高树满就开始改建 自己的香菇棚 2012年年初 高树满的菇棚 都已改建完成 投入使用后 出的菇质量相当不错 这更增加了高树满 对自己的研究的信心 高树满便开始 向其他菇弄推广 为了双拱棚推广 高树满是早出晚归 而王洪也得管理公司 大大小小的事情 为了孩子能有人全心照顾 2012年 高树满与王洪经过商量后 把活泼开朗的女儿 送进了全托 高树满对于双拱棚的推广 是志在必得 然而就在高树满信心满满的 去到姑农们那里 介绍双拱棚 并让他们改建时 姑农们竟然支支吾吾 没有一个爽快答应的 一开始推广 那个农民都不相信 他说这不一定能成功 我当时想感觉 双拱棚跟那木头棚 差不多双拱棚本田高 一开始大伙都有顾虑 顾虑就是这啥 就是我们种积栽菇 棚子都是都在能用 你要是给他那个改建 改成这个双拱棚 投入好多钱 怕是投你再回不来 这几年的积极都搭进去 改造双拱棚投资大 不愿意做 那你要投资很大 那也需要挺大投资 姑农们不接受 正出乎高树满的意料 因为平时高树满 总能和姑农们打成一片 大部分人都很信任自己 而且双拱棚虽然改建成本大 但是从长远来看 能提高姑农们的效益 然而姑农们还是不想改 这让高树满很发愁 就在这时候 妻子接回了送到幼儿园的女儿 想转移一下高树满的注意力 让她开心一下 可接回来后 王红和高树满 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看到那个孩子回来 完全就像变个人似的 也不要说话 也就感觉一种 变傻的那种感觉似的 当把孩子接回来的时候 就是孩子两个手 抱着我的脖子 我问他什么 他都问他是的 对的地方 他就点头 不对就摇头 因为工作忙 高树满和王红送走了女儿 可孩子这么小就离开父母 没有了安全感 就会变得内向不爱说话 这是高树满与王红没有想到的 看到孩子这样 两个人也没法安心工作了 没多久 高树满与王红把女儿接回了身边 不管怎么简单 还是要把孩子带到自己的身边 孩子接回来之后 平时顾不上在家吃饭的高树满和王红 开始每天中午晚上准点回家 周末无论如何都寄出一天留给孩子 虽然夫妻俩会更累 但看着孩子又活泼起来 夫妻俩累却开心 也能安心工作了 而且孩子的这件事 也让高树满意识到 自己最近做事太急躁了 夏天还没看到事效 自己就着急推广 其实姑农们不想改棚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改造投资大 不知道效益到底如何 看见了实际效果 姑农们自然会改的 高树满意识到自己操之过急了 双拱棚的推广急不得 最终还是得拿事实说话 到了夏天高树满的双拱棚里 不仅出了孤 而且出孤质量还好 夏天价格高 效益是非常不错 人无我有 通过寻求差异化 高树满占得了先机 又提高了自己的效益 而且看到了实效 姑农们二话没说 就改建成了双拱棚 夏天那个浇温好 还有那个冬天出孤时间长 这两样加起来 它出孤的时间比达 木头鹏出孤的时间长 当时啊 它这个设置化 就这个是双拱棚啊 它这个就是 鼠服这个 特别热的这两个月 它能出孤 这个是效果特别明显 应该它做的没错 我们就跟它做了 当年改完之后 就把成本都拽 2014年 高树满又投资扩建了冷库 截止到2014年 冷库库容打8000吨 而且凭借着好的质量和信用 高树满的香菇 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2015年 就在乌奴们 还对双拱棚津津津乐道时 高树满又新建了一种新式棚 高树满给它起名四季棚 通俗的讲 就是一年四季都能出孤的棚 我们在想 随着种香菇比较多 如果再按普通种法 就将来不会挣钱 那么我们就想 如果在同一个棚 一年四季都种 那么我们可以择时出孤 也就是说 啥时候香菇价格最好 让它多出 价格不好说 让它少出 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效益 而且高树满通过详细的市场调查 高树满发现 冬季香菇的供应量 虽然比夏季多 但需求量也大 价格也不错 冬季的话大家吃火锅吧 更喜欢香菇拿来刷火锅 酒量也更大 一进入冬季 有一样东西就会火起来 那就是火锅 滚烫的火锅里 食用菌中的香菇 也因其肉厚 营养丰富 味道鲜美 备受人们的喜爱 不仅能调味 还能涮着吃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 实现了夏季初孤的高树满 也想从冬季市场 分一杯羹 为了实现一年四季初孤 高树满又请来了自己的师傅 梁希才和自己一起研究 有时候高树满研究的状态 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有的时候甚至在夜里 十一二点钟啊 他就会醒来 就这种着迷的状态 有时候我想想也挺笑的 但是又看他这么执迷 这个研究这些事 我又觉得挺佩服他的 四季棚里高树满继续沿用了 双拱棚的降温措施和遮阴网 并新增了微喷设施 来调节夏季棚内的温度湿度 保证夏天出孤 而在自然条件下 香菇的出孤季节是春秋 因此揭开四季棚的保温棉 打开底部和顶部封口 进行正常管理 春秋就可以出孤 后来又通过引进低温品种 和反复的研究实验 通过加大棚式采光面积 白天晚上适时揭盖棉被 来保温等措施 冬天高树满的四季棚也能出孤了 2016年高树满最终实现了 一年四季出孤 为了实现公司统一管理 保证香菇质量和调控香菇 出孤时间 带动农户致富 高树满除了继续收购 孤农们的香菇外 又采取了公司加基地 加农户的模式 由公司负责建基地 筹建四季棚 提供菌棒 制定最低保护架 进行回收和销售 基地用于示范和观摩推广 农户则遵循自愿原则 与公司签订合同 进行棚式承包 负责香菇种植 随着客户不断的需求 那么我们的出孤模式 还有出孤质量都在变化 还有出孤时间 季节都在不同的变化 所以说如果我们想做好销售 我们就必须要符合 这个市场的需求 从出孤模式到出孤质量 还有出孤时间 出孤季节 高树满根据客户的需求 在不断摸索改变 通过技术革新 合理经营 更好地满足了市场要求 高树满凭借着香菇 终于让自己 闯出了一条致富之路 同时也带动更多的孤农 赢得了效益 好了 今天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 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 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